各位民眾好 今天來跟各位介紹 路段中車輛常見事故的案例解說 我是交通大學吳中兄 民眾可能會覺得事故都發生在路口 但事實上大概40%是在路段之中 就它的比例雖然是比較少 但是絕對的數字其實也非常的大 接著我就來跟各位很簡短的說明 這五種的案例以及它的型態 第一種是開啟車門 第二種是變換車道 第三種是路旁起始 第四種是迴轉 第五種是逆向行駛 第一種是開啟車門 那開啟車門的時候 一般的人就直接開了 那開了車門兩種效果 一個是使得別人去碰到你的車門 有人開車門 使得摩托車經過的人會被卡到 第二種是你開車門 被旁邊經過的車子 把你們門整個掃掉 因為自己開車門 而被其他車子卡到 開啟車門的部分 民眾要注意兩件事 第一件 你開門的時候 要再多往後望一望 第二個最好的方式就是 學和式的開門 就是荷蘭式的開門 也就是我們平常講的 叫反手 在台灣我們靠左邊 譬如說你是駕駛人 你左邊要開門 你用右手去開 你如果右邊的乘客 用左手去開 這樣你就不會很冒然的 很快的開門 第二類是變換車道 因為在路段之中 你沒有交叉路口 所以理論上旁邊 不會有車子跑出來 跟你相衝突 理論上 所以它是在路段之中 有人在你左右邊 它變換車道 那變換車道過來的時候 會跟你有衝突 那各位就可以想像 其實這一類 在高速公路裡面 是特別的多 因為高速公路裡面 沒有路口 沒有雨燈 第三類是路旁的起始 在車禍裡面 路旁其實指的就是 人家在開車旁邊 突然有個車子衝出來 當然你可能主角 你可能是這個配角 路旁其實是一個 在我們車禍裡面 非常典型 就是會比較被責怪的一種 比如說這個案子裡面 各位看到 它事實上是只是兩部摩托車 有一部摩托車就路旁 突然衝出來 另外一部撞到它 只是不幸的是它的結局 是撞完之後 衝到對面 被另外一部汽車撞到 所以這也非常的不幸 要怪誰有時候都覺得 不是自己的錯 第四類是迴轉 在路段中會有衝突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迴轉 有人做了迴轉的動作 跟剛才起始非常的像 只是迴轉 不是路旁起來就直接走 你還要再往後去轉 各位就可以想像 你迴轉的時候 會有什麼的境況發生 我們道路標誌標線設置規則 裡面有規定 雙黃線叫做 禁止變換車道線 並止超車 所以你如果有車子這樣 一迴轉的時候 一撞 一定會害到後面的人 因為後面的人 不曉得你會做這個動作 他會覺得雙黃線 但安全島大家 就不會跑過去了 在變換車道路旁 其實更迴轉的 民眾你如果自己開車的時候 做這幾個動作 第一除了不能違規之外 記得一定要打方向燈 因為這個關鍵就是 你要打方向燈 你的左後右後方的人 才會知道你的動作 而且要及時打 你太慢打 大家還是來不及 第五類是逆向行駛 逆向行駛在比例裡面 通常是比較少的 因為一般的民眾 不會無緣無故的就是說 逆向來走這個車子 可是這個都還是有 不論是分向限制線 雙黃線 禁止超車的 或者是只有黃須線 也就是說所謂分向線 都偶爾有人會這樣做 那這樣做的原因是 非常的多 在這裡不是我們今天要談的 那這樣一對撞 通常這一類 雖然比例比較少 可是對撞 在路段中的車禍 傷亡程度是比較嚴重 因為各位要知道 這樣對撞 其實是兩個速度相加 所以它的損害會超級的嚴重 我應該怎麼做 我分成兩個來看 第一個就是主動方 就是說你自己不要去做這個事 去危害他人 那這個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不要違規 因為我們的交通規則裡面 都有告訴大家 什麼可以做 什麼不可以做 第二個方向就是被動方 也就是說如果有人 做這些類似這樣的事 會讓你發生這樣的結局 那我們從駕駛的角度 我怎麼去預防或去避免 它只有一個秘訣 開慢一點 開慢一點 因為這個發生在你的前方 你就會有比較足夠的空間 來閃避它 也就是留給自己多一點的空間 以上就是今天跟各位的分享 如果要知道更多的詳情 請上168加通安全入口網